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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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是一个新的学期开始 那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讲 这个环境十地品 第三发光地 那上一个学期我们讲到的部分就是 第三地菩萨呢 他在这个思维这个色身方便的时候 一再的追求 重关这个众生的无常苦等等的现象 然后一直想要找到一个色身的方便 来解救众生的这个苦难 那所以上一堂课有一个段落 就这个第一日上个礼拜都讲过了 但是呢这佛的智慧呢 他还是不离一切法如实觉 这个对方指的就是八地的如实觉 对一切法如实觉 可是八地并不是凭空得来的 他也是从初地到八地 那这个并没有离开四地的无形会 那四地的无形会呢 也是根源于三地的禅善巧决定观察制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上课的主要内容 就是三地他最重要的一个修行 就是修会 修会当中的这个四禅八地 那另外他说 四禅八地呢 同样要发源于什么 闻思修 同样还要多闻 菩萨如是观察了知已 被于正法勤求修行 日夜闻月闻法 洗法 乐法 依法 随法 解法 顺法 道法 助法 行法 那这些呢 都是对于法 确定知道他的重要性之后呢 就要更多闻修行 所以下面的经文有一段 他说 菩萨如是请求佛法 所有真才皆无定行 不见有物可重 但于能说佛法之人 身难遭想 这一段呢 就是在说 菩萨如何的 轻财重法 为了法 他可以舍一切的财 事故菩萨于内外财 为求佛法 稀能舍失 这里是内外都可以舍 只要是为了追求佛法 另外还有 无有恭敬而不能行 无有脚慢而不能舍 无有尘事而不能做 无有勤苦而不能受 那这里面 提到的这个都是 身体力行的问题 身体力行是属于内财 内财近似 表现恭敬 因为法从恭敬当中求 内财都可以舍 何况外财呢 所得完一句 未成文法深大欢喜 胜得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珍宝 这个部分呢 都是外财 那前面讲到内财都可以 身体力行的 更何况满中珍宝 外在的这些身外之物 那这是财宝 那下面还有一段 他说轻位重法 若闻一记未成文 未闻正法 深大欢喜 胜得转轮胜亡 若得一记未成文法 能尽菩萨行 胜得帝氏凡王位 筑无量百千节 这是旧 转轮胜王位跟帝氏凡王位 这些呢 都是身外之物 都是明 都是命 都是力 那只要能文法 做转轮胜王有什么了不起 另外呢 还有 刚苦重法 所若有人言 我有一句佛所说法 能尽菩萨行 如今若能入大火坑 受极大恐 当已相遇 菩萨尔时 坐如是念 我以一句佛所说法 尽菩萨寻故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 满大火满中 上欲从于 凡天之上 投身而下 亲自受取 旷小火坑而不能入 然我今者 为求佛法 应受一切地狱重苦 何况人中诸小苦恼 人中诸小苦恼 这是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就会有的 小苦恼呢 但是在人的领域里面 它也会产生很大的困扰 可是如果为了求佛法 即使是 这个投火坑 或者下地狱 对这个三地菩萨来说 都不是什么困难 这些都是在表白 这个三地菩萨他所说的 就是 轻财重罚 因为为了请求佛法 因为前面他已经都知道了 不管是佛的智慧 八地的智慧 四地的 三地的 通通都要从什么 闻思修 那不从求法 是无一可得 所以下面这一段呢 就是 求行因 分两个段落 常情求因 就是前面那十句 然后 这是真正可以修行的因 还有要视线恭敬 那这刚才已经讲过 他分六个段落 轻财重罚 双舍内外 还有内财近似 跟旷舍外财 轻味重罚 跟甘苦重罚 这六个段落 那这些呢 都是 三地他 所展现他 求法若可的一个表现 那确定了这些呢 他说 菩萨如是 发情精进 求于佛法 如其所闻 观察修行 不是只是求 求到了以后呢 听到了以后要闻 闻了以后要什么 要思 而且还要修 所以这一段呢 是正修行因 为什么要修行呢 如果听到了以后 不思 不修呢 还是等于是什么 徒劳武功 所以这个地方 他正显音像 正显音像 他说 在近处思为正观 为修行之音 故事思会为修行 听到了以后呢 要静处思维 要静处思维 就是起正观 这个正观就是修思维的 这个内容 那这一段呢 就是在这个段落里面的 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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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谙分里面要展现的就是 前面我们讲到 要闻 要思 现在要讲什么 修 那这个修会呢 其实就是前面讲 菩萨有五种方便去设身 其中的第四种 就是第四禅 第四 其中的第四 禅善巧决定观察字 就在讲这个 这里面的内容就是 四禅八定 那实地经论上面说 云和雁芬 是菩萨闻诸法语 知如说行 乃德佛法 他了解 不能只是听 要如说行 同时呢 要入禅无色 无量神通 比非乐处于中不然 必定因作 为不乐不然 即是愿意 请无量神通 是愿之果 皆修行力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就是 要如说行 如说行就是要进入 这个四禅 跟四 这个 四空定 就是四禅八定 但是呢 这里要提到的这个 燕 进入禅定 或者是进入无量的神通 是不是很快乐呢 进入禅定 当然是跟这个 凡夫烦恼有很大的距离 可是呢 也不可以染灼在什么 禅定当中 所以真正燕的定义 他是既不乐又不懒 这就是燕离的燕 一旦执着到这个 修行的这个神通的果爆出来的时候呢 又是另外一种烦恼 又会堕落 所以这个地方他说 此菩萨的文法以色心安住 于空闲处做事思维 如说修行乃得佛法 非但口言而可清静 这里面有七个像 就是明燕分里面在显这个修慧 说修慧是依和修 依前面所得到的这个文法的内容 那云和修呢 就是色心安住 在什么地方修呢 在空闲处 空闲处 空闲处呢 包括内心的激进 不是只有一个大童子 都没有其他人叫空闲处 不是 也不是没有事做的那个闲 心里面没有烦躁的意识 做事思维呢 何故修 为什么要修 他说 如说修行乃得佛法 非但口言而可清静 为什么一定要修 因为佛法不是嘴巴讲讲而已 一定要身体一行 所以这里面有七项 就是这个定义 那下面这段文字都就是上面 这七个项 所以我就不再另外做结 那了解 那了解了以后呢 说佛子 这里有页嘛 佛子是菩萨住此发光地时 有一个和时修 就是 入地 住地 到住这个发光地 也就是在这个三昧地的时候 那这一块呢 是要正入 就是要修行正入这个禅定 在这个时间呢 就是正修行 是正入的时候 那何所修呢 所修的内容跟何所正呢 就是八地 就是 四禅 四空 那下面的经文呢 就是在讲 怎么修内容 书上面说 即离欲 恶 无善法 有觉有观 离生喜恶 这是何所修 住在初禅 是何所正 正 就是从初禅 恶禅 三禅 四禅 然后 四空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有想 非无想处 这里一共 八种 那这个文字 看起来相当简单 就是要先离欲 恶 不善法 有觉有怪 离生喜乐 但是真正的四禅呢 跟这个四空的内容是 在修行的层面呢 是很复杂的 是不容易的 那如果我们要依照这个书超内容去解释 是有四十几页 那里面呢 翻来覆去 相当的繁杂 所以 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们另外提出来让大家直接去了解释材 好 那不过这里面呢 有一个 有一个段落 大家也有必要要知道 好 提到做意思维 在于谐师弟论里面有讲 他说我们要修行这八种 定 要先做七种作意 七种作意 就是你的意念 要集中 而且呢 要去思维观察 思维观察 首先呢 要了相作意 要知道什么是心 什么是厌 心都是大家喜欢的厌 就是刚才讲的厌里的相 第二个呢 是圣洁作意 这是正修行 如果你不了解去修呢 都不是圣洁 还有远离作意 远离 远离当然指的就是什么 远离烦恼 断除一切的恶跟欲 色恶作意呢 少分促正喜乐 在禅境的过程里面 还有少分的喜乐 第五个呢 是观察作意 就是要纵观试练 一一去观察 分辨 还有家行作意 家行作意 就是要让 让自己离开这个 这个欲界 欲的戏服跟烦恼 还有家行就近果 就是正得 嗜禅的无间 那下面这里有 个别的这个解释 如果把这一段 了解 大概嗜禅的 这个 心灵活动的这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初步 有一个认识 好 刚才提到第一个了相作意 刚才提到的第一个了相作意 了相的意思 由坐义故了达欲界的初向 欲界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欲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 每个人都是在欲界 欲界里面 平常我们看到的都是初向 但是要进入禅定的话 要能够了解什么是禅定的镜像 镜像 云和了达欲界的初向 有六种寻思诸欲过失 六种寻思 要去从这六样事情去了解 从六样 意识项品类食道领 在出禅的时候呢 它还是有寻有思 寻求思察的意思 那寻思是什么意思呢 寻思从意开始 要透过这六项 六种 说寻思诸欲 多诸过患 多诸 雷脑 多诸 毅力 多诸 灾恨 视为粗意 粗 就是我们从 假如说修行禅定的时候 你说我在打坐 我在想什么东西 当你的脑筋开始在思考 你就先去了解 先去想 这些思考 都是在什么 属于这个意的范围 那这些欲望呢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什么 过患 过患 而且都是一些什么 雷醉 令人恼怒的 还有什么 会让人生病 会导致很多灾难的 你心里面有这种概念的时候 你就是先掌握到什么 意的粗意 粗意 先不去分别哪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刚刚讲一个感冒的事情 对不对 那这是粗意 我们还不知道感冒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哪一型的 怎么样 它跟我之间什么关系 没有 但是我们听到一个感冒的名词 对不对 这个在意上面来说 就是一个讯息进入到我的耳根的时候 我先有个粗意 我给它定义就叫做感冒 有一个事件 但是这些呢 对我们来说 它就是诸域里面的这个粗意 第二个呢 寻师四者 进入到四 为或于内株欲起贪欲 或于外株欲起贪欲 内株欲 这件事情 跟我的内在跟外在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你内心起念头 你内心本来你不会感冒的 结果听说 阳明山可能会下雪 那就开车嘛 内心起了一个欲望 开车去赏雪 这个内株欲起来了 然后真的去做什么 开车到阳明山去了 就是外株欲 这些都造成什么 是 这个是 我们去分解这些是什么 让我们去 把自己不要当做人 如果你当人的设想 你的一切都是什么 理所当然 没有人平常的思考里面 有这些东西 是不是 去阳明山好就去嘛 那我们接受任何讯息 都是理所当然 是什么 正常的生活模式 跟思考模式 可是你用修行要进入禅定 就不能这样生活 就要变成很 把每件事情的品类 时间 意跟相都要搞清楚 然后把自己分解成什么 不是人 不是人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什么 去观察每件事情 然后去断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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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解作义斯文 然后让自己什么 不要起 不要再起 不要再起什么 遇 因为我们要离开遇界嘛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在遇界是因为什么 我们要吃饭啊 我们想睡觉啊 对不对 我们想玩一玩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玉嘛 这些都是玉嘛 如果你内心起 内心起了 去阳明山看谁 好玩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压你马上自己要调整 这是内株欲 这种事会让我什么 感冒 我现在不是对人也没有对什么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因为不这样举 我们拉不到跟我们有关系 为什么休学禅定跟我们这些事情会有关系 那如果你想学禅定 你一定要从这样子 生活点进去 去思考 去做而已 去寻去思 好 然后第三个叫做像 刚才是是 就是一件事情来看 那这种总归叫做贪欲 就是心 刚才有心有厌 心跟厌 那这心都是我们喜欢的事情 吃披萨好不好 好 为什么 好吃 那这个是什么 食欲里面的 一块还不够 要大号的 这就是什么 在四项上面的 食欲里面的贪欲 那这个是从内心的欲望 披萨的 名字 然后披萨的形象 起司的味道 什么都出来了 然后就真的去做了 就去买了 那现在更方便 还有外送 而吃了以后呢 会给我们导致什么灾难 火虚大 尤其身体虚的人 吃披萨之后 嘴巴会变得很大 肿起来 我这样举这个例子 很浅显 是不是 很容易懂 那会懂得控制自己的人 对自己够了解的人 人家如果拿披萨给我 我看都不看 我就是推开 我连披萨的样子 我都不去看它 我绝对不会说 好好好 吃一块 那半块 好一口 就给自己找麻烦 我的人就是这样 我很了解自己 那我 不是说我没有欲望 不是 因为这会给我找到麻烦的灾难 我曾经晚上吃过一块披萨 第二天 嘴唇肿好大 当然这是从什么 一个错误的经验里面 得到教训 也许跟纠缠定没关系 可是我们从事 慢慢要去了解 这件事情对我是什么 我一旦嘴巴肿起来 我要喝很多凉的东西 然后慢慢把火消下去 消下去之后呢 肚子又起风 因为过凉 就是四大不调的这个过程 那修行人一定要懂的是什么 让自己不要四大不调 然后导致你就没办法正常的生活跟工作 甚至于起心动念 搞得不好的开始骂人 这是谁啊 买披萨没事买披萨 害我怎么样 这样一连串的这个事情就会出来 好 那这个像样 行跟施 从像开始 从自像这里还有共像 为此是烦恼欲 这件事情会让人什么 深烦恼 本来刚刚讲好了 副院长讲好要买披萨给我们吃 结果披萨店关起来 真可恶 讨厌 期望落空 所以 副院长以后要发出这样讯息 一定要先确定披萨店有打开 否则会让同学起烦恼 因为这是你的志向跟同学的共像 会共生的一个烦恼欲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生命共同体 修禅定也是会一起修的 还有一个 事欲如是诸欲或随顺乐或随顺苦 或负随顺不苦不乐 随顺乐者是贪欲一处 没有关系嘛 大家都吃了 好 那就是随顺 随重 就变成一个什么 生活习惯的一个模式 那大家一起起贪欲就变成是什么 正常啦 难得吃一块没关系嘛 吉祥心颠倒一处 可是放纵自己常常起欲望变成什么 让心颠倒的一个 一个空间你制造出来 就自己可以随心所欲 所以有同学说 我要出离 我要想办法出离 那可是不知道怎么去下手 就是从禅定开始 用这些一个关节一个关节来管自己 那你如果随身贪欲呢 那就会让什么 颠倒 制造一个颠倒的空间 如果你随身苦 就会造成什么 本来一点点 问题都可以忍 是苦 知道 可是苦太多了呢 就会发火了 是不是 忍无可忍 怎么一再一再这样 那就是称惠 跟愤恨的依存 可是苦是谁造成的呢 你不要出去就没有感冒了嘛 然后发烧发到苦 苦不堪言 咳嗽咳到不得了 吃药也没效 打针也没效 什么事都不能做 当然就会发火了 然后随身不苦不乐呢 什么 不苦不乐也有问题吗 蛤 是不是 那就变成什么 有些人就暖心 暖心 就是有些人没标准 知道吗 怎样都好 好好好 没事 他没有标准 他也没什么太大感觉 没太大感觉 最后就是什么 负脑惨狂 无惨无愧的一处 好严重 就是你没有是非黑白 就变成这样了 不是一个大好人啊 怎么这也有问题吗 嗯 嗯 有话随便讲 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弄到最后呢 随便惯了以后就什么 对得起自己对不起别人 都没有关系 没有标准的 好 这又给这些事情变成一个什么 嗯 倒一处 哦 见倒一处 知见都会出现问题了 哦 连知见 哦 如是诸欲或报恶受之所随行 或不报恶受之所随行 哦 如是名为寻思诸欲至向 寻思共向 或者是寻思诸欲生苦 乃至求不得苦 平等平等 随足随附 随父 受诱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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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会接受 哦 平常我们都会受诱 哦 不管是什么 喜怒哀乐都会受诱 哦 哦 虽父 诸欲 背广 哦 广背 哦 音音节了是生苦等法 哦 哦 就是不管你平常的喜怒哀乐 衣食住行 你的受用的范围 哦 跟这些内容 哦 只要接受了 哦 久了以后呢 它都是会导致什么 生苦哦 都会造成生苦 就是一旦没有的时候呢 缺这个缺那个的时候呢 就好像我们现在用网络 对不对 网络很方便 突然之间网络断了 断了 哎呀 没有网络今天不能工作 那就像什么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半死 嗯 这就是一种 受用之后 你变成不能离开 哦 这些生活所需 嗯 哦 吃光被遇 虚于变坏 哦 突然停电了怎么办 假如有一天停电 我们还能忍受 是不是 哎 晚上再点点蜡烛吧 还蛮有气氛的 我们手电筒 啊 躲猫猫 可是两天没有电 三天没有电 哦 没有热水洗澡 这就不行了 就生活不下去 哦 哦 所以这些 哦 哦 如是名为寻思诸欲共相 哦 哦 刚才讲的是什么 像 哦 那另外还有 哦 我们要去寻求思察 哦 品类的问题 品类 就是你平常接受到的讯 信息里面 它有很多种类别 哦 哦 在寻思诸欲的时候 你要看清楚 它是属于哪一类了 哦 他说 有 哦 寻思诸欲 剁黑瓶类 哦 寻思一切友情 你受追求所 所 追求所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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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有一个欲望 想去买 一样东西 哦 银牌的包包 哦 哦 哦 越买越贵 越买越值钱 哦 那这种就是追求 哦 追求 哦 可是呢 一旦没有买不到的时候 那 就会很苦 哦 爱 受 亲爱离坏所做苦 嗯 亲爱离坏 嗯 亲爱离坏 哦 平常我们的六亲眷属 都是在一起的 对不对 一旦你的亲 你的爱 有离开 有离开 或者是什么 死掉了 哦 这就很苦 哦 嗯 嗯 这种都是属于什么 黑品类 挺好 黑品类 不是黑无类 像这种 欲望 它是属于 品类当中的 黑品类 对 也就是 也就是让人醉苦的 也就是让人醉苦的 你说我们没有吃到披萨 还不怎么样 对不对 哦 可是如果你的亲人死亡呢 嗯 叫痛不欲生 嗯 嗯 嗯 所以它归为什么 黑品类 因为很严重 是不是 嗯 嗯 还有一个受无厌足所作苦 无厌足 嗯 就像一个欲望 嗯 买股票 嗯 买大热透 嗯 嗯 刚开始有点利润 那就越投越大 哦 然后 中了一百万 绝对不够 一千万 嗯 到一亿 哦 有没有人 中这个热透彩之后 可以维持很久 很多人本来过得好好的 结果 重头彩之后呢 弄到最后怎么样 一贫如洗 变成乞丐 哦 当他去享受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厌足 哦 尤其是本来没有钱的人 他没有理财的观念 他突然之间拿到很多钱的时候 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活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支配这些财产 哦 那很多什么 朋友啊 这个本来没有关系的人 就通通靠近了 借点钱啊 教女婿什么 弄到最后什么 吸毒 哦 后来就请家荡产了 哦 哦 所以受不自在所作苦 受恶行所作苦 哦 假如一个人染上毒瘾 会变成怎么样 他窃不掉 他窃不掉 哦 那个毒发 毒瘾发作的时候 就好像 很多针啊 很多虫在你的骨头里面钻 哦 就像万箭穿星那样 哦 像这种都叫做 黑品类 品类当中的黑品类 哦 哦 这是品类 嗯 受恶行所作苦 哦 恶业照下去呢 又会有业感 哦 齐性如无常 唯空唯虚 狂思之法 如幻如化 哦 哦 又狂愚夫 若献法欲 若厚法欲 若厚法欲 若天上欲 或人间欲 哦 一切皆是魔之所行 哦 过去有很多帝王 有了帝位之后呢 他求什么 长生不老 对不对 然后就去什么 求神求仙 哦 到最后怎么样死的 重金属中毒 练丹嘛 哦 练丹 这些丹 丹药里面就是这些 哦 药材里面很多很多 哦 哦 而且都是死得很惨 就是暴毙 哦 暴毙而亡 嗯 哦 那这些呢 哦 他 有些在人间的欲望 有些甚至已经超越了 哦 你想要什么 长生不老 他已经不是人间的欲望 哦 哦 你看那个康熙 康熙皇帝 他到老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愿望 是什么 他希望再活五百年 因为他塑造了一个盛世 好不好 哦 这些就像着魔的一样 魔所住处 哦 哦 六种像里面去找 哦 这个是品类 哦 还有时间 哦 时间 哦 就时间去观察 有什么 去 来 今 事 哦 时间的 这个相貌里面 哦 他有 过去 现在跟未来 哦 恒常相续 哦 尋 尋尸诸欲 尋尸诸欲 多诸泪 哦 这个欲望起来的时候呢 他会持续的 哦 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没办法做的时候 你今天想 白天想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到明天起来 又在想 哦 有些人找一样东西说 哎呀 我找好久 今天竹人 终于看到了 哦 寻寻觅觅 哦 为了这件东西呢 哦 一切代价他都愈一花 所以像这种就是什么 雷脑 雷脑 哦 一样会给我们导致什么 灾恨 哦 那得不到呢 就 就去抢 哦 哦 如是名为寻思于实 哦 这个是实践的问题 哦 所以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想念一件事情 今天想明天想后天想 一直想个不停都不能停顿 也不能离开你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你被什么 寻思实困着 哦 哎 这跟写论文在做思考是不一样的 哦 哦 哦 那个在读书的时候 完成我们的学业 那是我们的本分 它不是我们多余的欲望 我完成了一份论文 我也不是做大官 我也没有追求什么名利 哦 是在学习哦 哦 哦 还有一个寻思道理 哦 道理 道理很重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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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注意 犹大知据 犹大追求 犹大劳 哦 上面讲的这些 光是听都很累了 是不是 哦 哦 富有种种 杂工业储方得缘被成立增长 有没有 哦 我们这样活着有没有很累 如果你去细细分 看你的心情造作 每天为了这些 哦 花多少什么 知据 时间 金钱 哦 跟你的 追求的 意念 哦 图治疲劳 哦 哦 虽富如是 外资生物增长成满 燃其 法耳树极善灭 哦 你再怎样 哦 你再怎样能干 他终有一天都是会离开你的 哦 人生 长也不过百年 就是这样 好 我们先上到这个部分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做一个三宝壁枝 叫护持三宝 第一个我们要多造佛像 代表佛陀的身体 第二个呢 富持佛陀的口液 那我们叫多印经典佛书去推广 第三个 富持佛陀的心 那是代表什么 射立塔佛塔 转经轮 所以希望各位呢 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经轮 小型的转经轮 大小的射立塔 来放置在任何地方 让大家有机会 接触到佛陀的教法 佛陀的心 来圆满佛陀的身口力 阿弥陀佛 生命基金会 募集菩萨大德的发行 共同供养佛陀身与你 庄严世界进化人心 欢迎护持佛像 经典 射立塔制作 华波帐号19658482 19658482 富民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地是屏东菩提道场 举办八关灾戒 点灯 药贡 护生 即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占有法师主法 至其3月11号星期日上午9点 下午1点半礼拜慈悲药师保产 地点屏东菩提道场 地址屏东市棒球路59向18号 联络电话 087516018 087516018 上午8点半 于屏东后车站 南二门备有接驳车 生命地是高雄慈悲道场 举办八关灾戒 供送药食金 护生 点灯 药贡 即甘露实时法会 恭请战时法师主法 日期3月18号星期日上午9点 地点高雄慈悲道场 地址高雄市左营区中沿路189 地下一楼 联络电话 075569911 075569911 这里面有一张传真 请法师慈悲看地址写这个成情书 藉由你的力量帮助这些可怜的小兔兔 前两天偶尔看到报纸 他说有一个大陆是世界上最大兔毛出产国 今年刚杀了一千万只兔子 以取他的毛因为天气寒冷 其实是兔子我跟你讲 今年就是羽绒缺货 所有的小鸭能够被杀了 通通杀掉 因为他们要取他们的毛做羽绒 那羽绒今年胀了三倍 所以他们根本没办法买新的 我那天看全部人就用旧的再去翻 棉被啊毛衣这些羽毛被啊 所以各位多超度吧 所以我在网上看到讯息说 他们取兔毛是先电脊兔子 那现在兔子昏死 还没有死要活活 本来就是啊 扒狐狸皮扒兔子皮都要活的 活的才可以扒 所以我们以前去广东超度的时候 就很多居士看见来跟我讲 我说你还真看见了 他们都看到那个狐狸皮被扒掉了 然后还在动还在动 很痛苦 然后跟我讲他就哭了 然后跟我讲以后我全身就 我就感受到很痛苦 然后我们那天就很认真很认真 一直超度啊 因为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都在还没有死之前就把皮扒下来 所以现场惨不忍睹 一只一斤的兔毛 台币八百元 非常不值钱的 背后付出兔子很惨痛的死亡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 只能有钱就买吧 对不对 然后呢 有慈悲心多超度 因为我们做不完这些事情 但是随缘要救 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把它 能够买多少就买多少 我想很多 他说他还看到一个资料 他说真实的报道 他说有人为了取得熊的胆子 对不对 各位看过电视吗 让熊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痛苦 就把它关在那边 然后硬把它从胆里面把它抽出来 我知道 有些熊受不了就自杀 还有一个熊妈妈 为了不让他的熊宝宝受这种苦 就自己把小孩子掐死 然后自己撞墙而死 所以动物有情 万物有灵 人皆爱妻者 何以这样对待动物跟他的宝贝 所以我想这位菩萨 他告诉我们这些世间的真实的像 所以我们大家就不断的回向 但是真正放生保护动物 最好的方法就是弘扬复法 让大家深信因果 这是最有利的了 然后我们去放生 那是弥补了 因为能救多少有限有限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 每天还要认真的超度 因为我们能救真的有限 各位就听我讲过 光印度得理得理 一个月就要杀 是一年一个月 一亿只水牛 天哪 不是一亿只吧 旺 所以没有办法算 所以太多太多了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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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我喝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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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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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